大家好我是Ken 首先很感謝Toy Walker 今天邀請我為大家介紹一下 3Zero Mark 50 Ironman Mark 50 配件包 稍後我會為大家解答一些 大家都想問的問題 Toy Walker 都會提出這個問題 當我解答完這些問題後 大家會對配件包有更多認識 亦會更加喜歡它 Ken 你好 為何3Zero會推出 Ironman Mark 50 配件包 Mark 50 在電影內設定比較多配件 坊間來說有一部份的廠商 會將有限配件放在Mark 50 主體配套賣 有一部份也會獨立地製作一套配件包 而我們3Zero DLX 系列 本身定價比較中檔 所以我們比較難把多一些配件放在主體裏面 所以我們在很早開始的時候 已經決定把Mark 50 配件包獨立出來 獨立出來有甚麼好呢 就是獨立一個項目 我們可以盡可能把盡多的配件加進去 令到買到這個配件包 又買到Mark 50 的玩家 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可能 亦都可以組裝到不同的效果 去模擬電影出來的景象 亦都是因為我獨立出來 變成我們會有更多空間 去做一些我們希望可以加進去的特別效果 這套Iron Man Mk 50 配件包 到底是甚麼特色呢 這套Mk 50 配件包 第一個特色就是 我們會將盡可能多的配件放進去 而另外一樣東西 就是我們看到很多市場裏面的產品 其實都很少有著燈效果 所以這次我們刻意將大部份在電影裏面發光的位置 我們都做成為著燈 而整個著燈的件數 我們多達10件 包括4個浮遊炮 以及前面這6件配件 裝在Mk 50 手上的配件 其實都是可以獨立地著燈 單單在這10件配件的著燈 我們已經需要入28粒的電 我們希望除了大家可以有多背件 可以模擬到電影的效果 亦都可以給你燈光的效果 可以接近電影出來的畫像 所以希望大家都喜歡 另外除了著燈之外 其實我們還有一個重點 因為我們有4個浮遊炮 而4個浮遊炮在坊間亦都很少廠家會去做 而就算做亦都做不到著燈 我們今次連4個浮遊炮都不是著燈 當我們設計4個浮遊炮著燈時 我們就考慮到 浮遊炮究竟我們怎樣可以定在空間裏面 其實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去考慮後面這套支撐架 這套支撐架其實我們盡可能 因為在電影裏面 這個浮遊炮浮在空中 亦都有不同的位置角度 我們亦都設計到每個浮遊炮背後 和支撐架有一個波磅 令到它可以有不同的角度 而不同的角度之餘 它每一個亦都有單軸角 你可以去調節它向不同的方向 這樣就可以讓玩家有很多不同的可能 去擺不同的位置和姿勢 另外這個浮遊炮這個支架 就不會獨立有支架 它會配備原本Mark 50的支架 再配搭上去 再插發落Mark 50 變成不會有太多餘的件 但又可以做到大家想做的效果 所以Mark 50 配件包和Mark 50 希望能夠做到一個完美的結合 這套iMac 50 配件包開發過程當中 有甚麼是最困難的呢 最困難的地方是空間和燈光效果 因為兩件事是有衝突的 你看到我們有差不多十件件會穿燈 而每件件相對來說都是比較小 有些一個發光件 其實有幾個發光位 難度本身是小 而我們亦都要將它的光能夠導到不同的範圍 所以這就有很大的技術含量在裏面 例如一個發光位 我怎樣用導光的件 可以將它的光甚至轉彎 或者由一個位帶到另一個位 這裏我們花了很多時間 可能這原因亦是 很多其他產品不會這樣做 但我們有堅持 因為正正很多都沒有做到 我們覺得這套配件包必須有發光線 能夠完整整個股市 所以我們堅持做得到這件事 第二個難度是這個發揚炮 因為發揚炮本身是很薄身的 而發光的範圍很長 因為我們的尺寸細 亦都不能加很多電路板和燈上去 所以我們只是用有限的燈 在中間這個範圍 然後用導光的特色 用機械性設計 設計出導光LED透明件 將燈光由中間慢慢導出 雖然這件事很困難 但最終做出來的效果 我們都覺得頗滿意 起碼看上去會覺得整條燈 當然你會發覺中間會比較光亮 但起碼我都能夠帶到尾 所以這兩個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很多粉絲都覺得這個配件包 在價錢上高定價都比較貴 到底在售價上高有何考慮 我相信剛剛我介紹了這麼多 大家都會覺得其實是否有所值 因為我們有多達十件的件 是會發光的 相對來說 其實我會覺得 應該是很合理的價錢 當你買了Mark 50 買了配件包 其實加起來 都只不過是大約百多元美金 即是一千元鬆一點 但其實你整套Mark 50 大部份的配件都在 而且大部份都能夠穿到 其實我相信那滿足感 是遠遠超過這個SR椅子 帶給你的任何問題 多謝大家的留意 剛剛我都提及了 整個配件包的詳情 特色 還有在開發中的困難 希望大家聽完之後 都了解更多 我亦都喜歡我們這套 這套Mark 50 倍件包 接下來我們都會有多一些樣板 會在坊間裏面做展示 有興趣的話 可以大家多多留意 多謝